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网络电影崛起或是大家都习惯去电影院享受3D特效时 这个别人眼中早已过气的生意被逼得得加速转型 老牌MTV转型除了原本的包厢之外 现在更打造像电影院般的座椅 甚至还能轻易的调整高度 不过您很难想象他们除了台湾的客源 中国港澳的观光客也占了他们两成的业绩 西门町外国客多24小时全年无休营业的MTV 意外的成为体验台湾文化的另类景点 以西门町的现况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平日的话可以达到六成 几乎半满的状态 那假日基本上一定都会客满 甚至为了提高来客树 MTV还开放给安清班包厂 意外提高离风时段的来客树 一个时段是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8点的这个时段 那么这个时段呢 你可以在里面去看MTV 然后你可以待在里面 然后他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等于说把这个空间租给你 尤其是很多来自于香港 澳门 中国 日本的观光客 他没有看过这种MTV的 这种包厢式的做法 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争气 以往被人视为角落或黑暗的产业 转个弯 却能打开一片蓝天 山泉主持人的方向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